在疫情下 口罩成為各國急需物資 中共趁機展開口罩外交 下面請趙培為我們帶來本期的微視頻 希望主持人大家好 2020年4月7號 多倫多市召回了20萬家元的劣質外殼口罩 這批口罩是在中國大陸製造的 中共在這個口罩外交的指導思想下 粗織濫造這種產品 這次是禍害到了加拿大 這個事不鮮險 因為歐洲已經有多國發現 來自大陸的醫療物資有質量問題 那麼這次的口罩問題是在加美兩國 因為口罩發生爭端的時候爆發的 所以就很有意思 我們主要捋一下整個口罩事件的前因後果 那麼1月份呢 中共病毒爆發了 中共就指令中資公司掃蕩了海外的防疫物資 單單綠地一個集團自己說捐贈了數萬個 採購自加拿大的N95口罩 土耳其的P3口罩外殼口罩 還有其他的來自馬來西亞韓國的各種醫用物資 那麼這些物資有沒有送到大陸的醫護人員手裡呢 我們先不說這個問題 我們重點說的是這裡面有很多加拿大的N95口罩 當然了 我們也不說華人代購的問題 因為他們的貨是賣給中國的個人的 我們這裡針對的是中共囤積居齊的問題 據說當時全球20億個支口罩被掃蕩乾淨 那麼同時呢 中共也禁止3M和霍尼威爾這些美國公司 在大陸共產生產的N95口罩出口到美國 當然 在當時都無所謂的 因為病毒爆發的第一個地方是大陸 沒人說你什麼 這個事到了3月份就變味了 因為中共病毒沿著一帶一路 從意大利 伊朗一直擴散到整個歐洲 順著歐洲這個後門入侵美國了 美國的N95口罩就開始緊張 共產黨這個時候開始吹牛了 它都敢說零增長了 但是它壟斷了口罩來威脅全世界 比如說法國 它說要訂購10億支口罩 共產黨給了它一個前提 就是要求法國批准華為的5G合同 3月18號 美國總統川普啟動了國防生產法 命令私人企業開始生產物資 3M公司依然不把它在大陸工廠生產的N95口罩運往美國 不光如此 3M美國工廠還在大規模接外國的訂單 那個佛羅里達的官員都急眼了 聲稱美國3M生產的這個口罩運往了那些出價更高的國家 卻拒絕了它的訂單 我們原本認為3M受到了中共的威脅 不能出口口罩到美國 但是3月25號 福克斯新聞採訪了3M總裁的談話 推翻了這個認識 他說3M公司的政策是本地生產本地銷售 美國生產的 面向美國市場 歐洲生產的 面向歐洲市場 中國生產的 面對中國市場 它的這番話等於是在幫中共掩蓋口罩外交的 這種醜惡罪戀 那麼美國政府在和3M公司溝通無果的情況下 對該公司下達了出口禁令 這是符合邏輯的啊 因為3M總裁自己說美國的產品供應美國市場嘛 但是到了4月3號 3M公司倒打一耙 說政府阻止他們向加拿大拉美等地出口 N95口罩 這就等於在挑撥加拿大和美國的關係了 按照3M公司你自己總裁的話 3M加拿大應該可以供應加拿大市場 為什麼我們加拿大現在需要美國貨呢 這也說明你3M總裁之前就是在說謊 3M可以全球調配口罩的 但是你為了配合中共控制 所以沒有把口罩發往美國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不允許你3M把口罩買出高架 那麼把這一層關係說漏嘴的是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他說可以從中國搞到口罩 問題是中國的口罩是誰生產的呢 很可能還是3M中國 因為大陸有能力生產出合格的N95口罩的大廠 還是3M這些歐美大廠 就連李克強出來戴的那個口罩 也是3M的N95 那麼加拿大從中共3M買口罩 除了有價格高這個問題之外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要出賣多少加拿大的利益呢 無巧不成書的是華為大量要捐贈口罩給加拿大了 這就很成問題啊 那麼作為這些條件 是否有類似加拿大要接受批准華為5G合同的要求呢 孟晚舟事件如何落幕的要求呢等等吧 所以裡面還有很多問題 那麼結束這種爭端的還是川普 他和3M達成了協議 從中國進口1.67億支口罩供應美國和加拿大的市場 可以說川普搞定了中共和3M兩個麻煩 讓加拿大和美國都受益 所以說呢 這兩個兄弟就不要吵架了 應該看到買斷全球口罩的是中共 坐地起駕威脅全球的還是它 人滅中共 人自救 謝謝大家 今天的微視頻就到這裡